大家好,我是橘子姐 今天用香蕉和馄饨皮做一个美食 先把香蕉去皮 切块 放碗里 压成纤椒泥 把馄饨皮四个边抹上水 然后对着压紧 对着后的三个边也要抹上清水 把三个边分别压了 锅中放油,油温五层热 下锅开始煎 要小火焦 煎的同时要不停翻动 这道美食我还没有取名字 大家帮忙取个名字吧 要恃好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击关注 每天更新一道家常菜